其實應該是天天來的 因為那個迫迫每一天都有新的事 這個類似黃泉璋的遭遇 當然是宇天生律師 是拍到當時跟國保人員衝突中了上車的 開車有人接他 初來就說他交通的問題 然後就上車 現在都是下落不平的 就是抓了 但是家屬和律師是見不到他的 何泉璋律師就是這樣 抓了一千人 但是沒有人見過他 這個在任何一個 自虛有法治的地區都不會出現 即是說現在如果抓了余若薇 余若薇是不會一千日之後都見不到他的律師 以及見不到他的老公 是不是 這個還用說的 這個已經是酷刑罪來的了 所以其實我都很大感觸 因為我記得汪艷芳女士在兩三年前就為唐經齡律師去奔走 現在汪艷芳女士已經去了美國定居了 但是唐經齡也是一個人治 而判了五年 現在在獄中是受到虐待 又是酷刑來的 所以你真是慶祝難輸 即是說真是說不完 這是最悲哀 其實這件案是跟數字很有關的 全章就失足千日 民章就千里尋夫 由北京派到天津 武夫就萬般刁難 幾個數目只講完 一個女人和四個人和三個人一起走去天津 搶人家的手機 然後是甚麼呢 因為不是打電話 因為人家拍了那些醜態 現在還有一位叫賈江的人士 即是說四個人去 由北京去天津 還有一位叫賈江的人士 現在都仍然失蹤 其實真是非常荒謬 大部分的維權律師 就是因為替人辯護 或者替自己的行家辯護 即是說有些維權律師被人抓了 再為自己的行家辯護 再失去自由 這個根本就已經是無須論 有很多人就說 喂 外國人說中國的人權狀況不對 今天習近平在駁咬著講甚麼呢 甚麼單邊主義啊 你這樣做是無法利益你自己啊 令到世界壞些啊 喂 難道你就可以抓了 中國的律師是對世界好些的嗎 對中國好些的嗎 瘦皮啦 習近平 尤其是他呀 習近平這個人 發夢又講依法治國 去廁所又說依血治國 警告 為甚麼有本民黨 是呀 習近平 尤其是 習近平 尤其 捕捕維權律師 尤其 捕捉維權律師 据捕維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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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所有正義本 捩維權者 据捕維權律師 据捕維權律師 据捕維權法 据捕維喻民主 据捉民主 据捕維民主 立即釋放全帳 立即釋放全帳 好